盛大不缺 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家公司 特别是像盛大这么一个处在高成长的企业当中 它需要更多的更好的一些管理理念 管理模式来充实完善自己的管理 盛大的现在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那么您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空降兵 到这样一个家族企业里面去关系怎么样处理 那么其实就决定于我的态度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加入盛大 我加入盛大的态度第一 我去学习去了 我去了解这个产业去了 我去融入到整个的管理团队当中去了 等到哪一天我是整个管理团队的一份子的时候 那么我相信这个时候对我来说 我真正的就是融入到了盛大这个管理团队当中 与微软相比的话 盛大不管是从年龄上还是规模上都要小得多 那么很多人就会问 那么这样一个职位的转换 在你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个落差在里面 其实这是我希望的一种选择 因为我在微软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年 我看到了微软的成长 在我加入微软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微软跟今天的微软还是有一些本质的区别 那么今天的微软是一个可以说是国际巨人 那么我也希望我加入盛大以后 十年以后的今天 十年以后的盛大 可以同样成为在整个互动娱乐产业当中 国际的一个领军的一个企业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为什么要加入盛大的一个激情所在 你会怎么样评价你和 陈天祥先生的这样一个合作 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全球的跨国公司当中 比尔盖茨先生和鲍尔默先生的合作是被誉为是一个黄金搭档 那么我和陈天祥先生的合作还是刚刚开始 虽然我们碰撞过我们碰撞了火花燃烧了烈火 那我相信我也希望我和陈天祥先生的合作也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个典范 唐骏在微软萌生去意之后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他一共遇到过七个机会可以供他自己选择 根据他自己说这七个机会都是来自国内的IT巨头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机会 但是他偏偏选中了展露头角的盛大网络 唐骏打的又是什么样的算盘呢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报道 一个是改造家族化企业 一个是则梁木而期 中国IT业今天这次事件引发各方评论 我看见了大视觉 我发现新的视觉符号 数码让视觉升级 LG未来窗等离子电视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在唐骏加盟盛大网络之前 陈天桥上个月刚刚在美国收购了一项技术 他声称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美国盛大公司 而根据唐骏自己透露 他到任之后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帮助盛大到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去 无论是在美国出资收购 还是把唐骏引入盛大 陈天桥的目的都很明确 把盛大网络从一个本土网络游戏公司 做成国际化的大公司 按照陈天桥的时间表 现在盛大网络有限公司 已经进入上市的倒计时 但是由于公司目前正处于上市前的沉默期 所以盛大并没有对上市仪式进行评论 在去年年底 本栏目对陈天桥进行专访的时候 他透露盛大公司计划要在 纳斯达克市场上筹集10亿美元的资金 但是熟悉盛大网络的人都知道 这家不折不扣的家族式企业 要在美国募集那么多资金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关键一点 就是盛大公司的家族味道太浓了 当初和陈天桥一起创业的五个成员 都是他的直系亲属 他的弟弟 他的妻子 他妻子的姐姐都在盛大担任要职 业内有人这样形容盛大公司 该公司的职员名单就是 陈氏家族的家谱 甚至还有人开玩笑 要了解家族式企业 盛大网络公司就是一个标本 这样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 陈天桥的办公室里 墙上挂的不是企业文化标语 而是城市家训 一家基金公司在考虑投资盛大公司时 这样评价他的家族企业体系 该体系有利于公司稳定和效率 但财务上不透明是一大硬伤 陈天桥对这一点很清楚 去年原著名网络文学社区 荣树下的CEO朱威廉 就被陈天桥拉来加盟盛大公司 担任负责市场品牌的副总裁 随后陈天桥自己也辞去了 盛大公司总裁一职 只保留了董事长的职务 同时还在公司内部 积极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今天陈天桥又把唐骏 拉进了自己的阵营中 这么一位曾经为微软中国 带来全球最好业绩的管理者 加盟盛大公司 不仅淡化了家族企业的味道 又能吸引眼球 吸引投资者 这被业界称为是陈天桥的 一箭双雕之计 不难看出陈天桥的所有努力 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我注意到今天唐骏和陈天桥 他们谈到合作的契机 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不谋而合 这个词让人很感兴趣 刚才我翻看了一下唐骏的简历 发现他在1994年加入微软之前 曾经在美国创建过游戏软件公司 而陈天桥这一次 也是要把盛大公司 打造成网络版迪斯尼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不谋而合 这个词对他们俩说的 的确是比较贴切 前不久的时候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 现在的盛大正站在悬崖边上 前面是一个独木桥 说过这个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 就像结婚一样 三年治养 七年治养 一个企业快速发展到 三年到四年 它实际上会有很多的 这些问题的累积 它掩藏在快速发展的背后 我一直说就像个陀螺一样 它是陀螺拼命地转 它才能不倒 但这个速度慢下来的话 它就会倒下来 那你凭什么相信唐骏 可以帮助你度过这个独木桥 你看中了它是什么 非常很强调 我们看中的是 我们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文化 以及我们为了达到这个理想 共有的激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唐骏先生对于网络游戏来说 毕竟没有在以前 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经历 实际上在三年前 陈天桥也没有过 在网络游戏 有非常成功的经验 相反我一直在说 一个喜欢吃红烧肉的人 他并不一定会做红烧肉 一个做出一手好的红烧肉的人 他并不一定是吃红烧肉的 现在的圣诞网络 应该说是一个家族企业 那么你通过引进唐骏 这样一个总裁 是不是要改变这样一种性质 家族企业在中国 它并不应该是一个 管理落后的企业的 一个代名词 相反在一个市场经济 非常成熟的一个环境里面 家族企业是能够发挥 它重大的这个作用 但是如果发现 家族的成员在企业当中 它不能够发挥应有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 聘请更好的这个成员来加入 你现在已经感觉到了 你的家族的某些成员 已经不能够帮你 进一步的更大的发展 如果说我感觉到了 这个在做这样的动作的话 那么这已经迟了 我们相反 包括陈天桥本人 我也有未来 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够与时俱进 但是我也想 我也想未来可能有陈天桥 不能够这个为整个盛大 来制定未来的战略方向的 这个时候到那个时候 我也可以让出来这个位置 我想您也可能已经听到了 现在外界还有一种声音认为 这次您招聘 唐军先生做总裁 只不过是在做一场秀 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提高 你们的公司的形象 而并不是要做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企业的领导 他会拿企业的发展 作为儿戏 作为作秀的一个工具 我们注意到 你给唐军先生聘书上 聘息是一年 是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这只是我们人事管理制度上面的 一些正常的制度安排 但是我们想对于像刚才说的 对于像唐军先生这样优秀的人才 我们是越多越好 越长越好 今天唐军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在业界和舆论界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不论是微软中国公司的前任总裁 还是长期关注IT界动态的媒体人士 都对今天的事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曾经担任微软中国公司 第三任总裁的高群耀 今天谈起唐军的离任 表达的更多的是期望 他用了八个字进行了概括 殊途同归 英势利导 他相信唐军会以不同的方式 对中国软件产业做出贡献 加盟盛大公司 他认为这是对唐军来说 是一个新的机遇 新的起点 中国新闻周刊副社长彭伟祥认为 这次IT业的人事变动 唐军和盛大公司两方面来说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唐军是一个很会打造理念 具有管理才能的人 而盛大公司的陈天桥 做过操盘手 对融资有着自己的见解 两个人各有所长 这种合作是一个互补的选择 带来的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总编牛文文 对今天的事件并不感到意外 他指出这是产业界的一个信号 是商业潮流的一个表现 中国的本土公司 如果要扩展全球业务 必须要寻找具有海外经验 有跨国公司工作经验的职业经理人 唐军和陈天桥两个人各有所求 两个人的合作 不管结局如何 都不会影响有海外经验的职业经理人 和中国本土公司融合的大趋势 但质疑的声音还是存在的 美龄有限公司中国地区主席 刘二飞先生他说 西方有一句俗语 魔鬼在细节之中 意思就是在日常的工作磨合当中 两个人的分工个性 必须做到互补 公司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否则也不排除将来分道扬镳的可能 今天这两个合作者能力都很强 日后如何合作 是唐骏和陈天桥需要面对的问题 合则两利 商界里这样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上演 每一个故事的开头 大家都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也希望唐骏和陈天桥的合作 能够一路走好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中的频道的情节目 我会期待 再见 中央电视台 经济频道 正午十二点 全球资讯榜 过滤海量信息 动感点击排行榜 为你筛选解读 全球最热门的新闻资讯 中央电视台 2004 315次特别快车 已经开始检票 请全国的电视观众 检查好自己的权利 乘车点起携带 您在消费过程中遭遇的经历 掌握的真相 您真实的记录 感动您的故事 以及您的真诚和勇气 到以下窗口办理乘车手续 24小时热信电话 010-8824-1521-8824-1535 通讯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11号 中央电视台 315巨组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3154特别快车 与您共同走在维权路上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经济频道 专业品质 造就卓越 浪潮音信服务器 连续七年销量 遥遥领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